星期日晚上 吉隆坡肝榜八路一间 拥有五户式的房屋发生火灾 就连远处的民众都能看见 大火熊熊燃血 滚滚浓烟冲天而上 场面相当害人 索性住户及时逃生 才没有涉及任何伤亡 吉隆坡消整局行动指挥官拉莫表示 当局势在昨天晚上8点19分左右 接获民众投报 便迅速调动地利旺杀及险都分局 一共36名消长员赶往现场 展开灭火行动 他也透露失火单位 有九层面积被大火烧毁 导致单位内的五家住户失去家园 净刑的是没有造成人民伤亡 当局已经派出见证组官员 进入灾区调查起火原因 初步调查发现 一是电线短路才会引发大火 至于火灾损失则还在估算中 点击 快点 点击